这也太离谱了吧 就是回到家 因为相亲的事就打起来了 把人还打伤 澎湃新闻报道 它是转的商游新闻的报道 返乡过年拒绝 相亲河南 34岁 女子和母亲被打伤入院 当地复联 和警方已经 调入调查 1月12日晚 记者收到了网络爆料 称河南驻马店是 雀山县双和镇 一名34岁女子 因为返乡后 拒绝相亲 被对方一家上门辱骂 并受到殴打 自己和母亲还被打伤住院 13日上午 受伤女子 告诉记者 这件事发展成 现在这样 自己是有点 接受无能 据悉 目前警方已经开始调查 雀山复联 告诉记者 当天上午 镇复联已介入此事 派出所的警察 上午就来了 13日的上午 记者联系了 刚刚在医院 做完笔录的王女士 她透露 自己在一家 广东的民营企业 从事会计工作 跟打人 则董某某是 此前是一个村的 相互都认识 自己还和对方 女儿是发小 平时没有什么矛盾 王女士说 此前董某某 就来家里 想为自己的亲戚的儿子 介绍对象 被自己明确的拒绝了 7日 董某某又来家里 与王女士母亲发生了争吵 我当时正在外地 后来知道 董某某来我家 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说我三十多岁 还没成家 给我介绍的人 也在外面打工 也能挣钱等等 而且话已经说出去了 又被我拒绝 让他在亲戚面前 没面子 我已经明确的 拒绝了介绍 然后他还这样到家里 当着父母的面来说我 我也觉得没道理 王女士就到董某某家里 想沟通一下 董某某也没接话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老婆和女儿 道歉方式 竟然当场给我下跪 吓了我一跳 我立刻就把他们拉起来了 因为觉得这样 太不合适 就离开了 11日下午 董某某夫妇 带着儿子和女儿 连续两次上门 沟通过程不愉快 各受各的理 但董某某的儿子 觉得家人下跪 盗窃是我逼的 就指着我的鼻子骂 骂得很难听 当天早上 董某某就是12日早上 董某某夫妇又来到王女士的家 双方再度发生争吵 我被吵醒之后也出来了 后来越吵越激动 董某某一把就掐住我的脖子 我爸妈赶快上来拉 可能是感觉自己 只有两个人 有些吃亏 董某某又叫来了儿子 没想到 他儿子提到一根钢管就来了 把我妈踢倒在地 还把我妈打伤 董某某还剁了我一脚 然后王女士就报警了 她的母亲伤势严重 根据CT报告 左侧多发肋骨骨折 少量的胸腔肌液 腰椎12椎体前缘骨折 哎呀我天 这里要坐牢啊 评论都不用拐卖了 现在要直接开墙啊 介绍人有巨额提成吗 急的都要出手打人了 这是女孩的妈妈 被打的住院 是女孩本人 这是姓董的儿子赶来 拿着钢管赶来 这一家人